Hello,大家好,我是婷婷 然后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做自媒体的一些经验 我是怎么做到快速过原创 还有快速加黄威呢 其实我刚开始入住头条的时候 有一个月吧 然后第一次升级认证的时候失败了 后面我分析了一下原因 那就是内容不够优质 虽然过了原创 但是垂直度还不够高 什么是垂直度呢 垂直度就是比如说你是美食领域 然后你申请的美食领域创作者 那你平时发头条就一定要发跟美食相关的 其他领域的可以发 但是要很少 因为这会影响到头条的权重 只要你的视频前十几条都是原创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原创 敲重点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开通原创的话 你的内容必须要是自己创作原创的视频 不能抄袭搬运 后面我是怎么快速加上黄威的呢 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活动 叫头条生活家 当时官方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就是说可以申请连续发五条微头条优质内容 然后进行审核就可以快速的通过 然后加黄威 因为我的三十天认证期还没有过 然后我就参加了这个活动 每天都是很认真的在写微头条 写了每一篇大概也有一千多字吧 敲重点 如果你写微头条 它是不限内容的 主要针对于是生活领域的创作者 如果你写日常妆容啊 美食啊外景打卡啊这些都可以 甚至是微logo都可以的 只要发满五条以后 然后申请认证加微 官方如果审核通过的话 你就可以非常顺利的加微了 提交审核的时候要注意 UID是否错误 发文的内容有没有够到五条 内容是否优质 你发微头条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警号键 然后输入你想讨论的话题 再以警号键 再撬一个空格键 这样它这个话题就成功了 内容一定要存原创 不要去百度复制粘贴 因为这样它插从会插到 写一些自己的感性啊什么的 一般两到四天 官方会给你通知链接 有没有审核通过 你可以根据它的链接进去查看 我记得我查看的时候 那几天感觉就像在考试一样 蛮紧张 然后就一步步看到自己的是 内容提交 然后内容审核优质 然后内容审核通过 然后再提交 最后就成功加位啦 这个长粉丝 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我的粉丝挺少的 基本上也没人看 有时候视频浏览量都没有过千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什么原因 只能说是不断的去把视频做好 然后找到一些共同的人吧 你也可以试试哦 拜拜